这是在西安事变中穿梭于西安和沿岸之间张学良的波音247地形四人飞机 蒋介石夫妇和周恩来都搭乘过 西安事变后,这架飞机被空军接管 1938年5月,在宜昌机场被日军炸毁 张学良是中国最早一批半航空和空军的人 早在1921年就开始打造凤军航空部队 他本人不仅学会了开飞机,而且经常在天上兜风 1931年918后,日军占领东北航空队缴获了260架各式飞机 包括刚刚从捷克运回的19架全新飞机 波音247是最早采用流线外形和全金属门壳的客机 运用了自动驾驶和机翼除兵等技术 飞机载客10人,并配一名空乘 航速每小时300公里,航程1200公里 1933年2月首飞,同年量产 当时价格是65000美元,相当今天150万美元 量产后,都是美国航空公司下的订单 在执行从纽约到九金山的横跨北美飞行中 波音247地形用时19个半小时,比以往客机节省了8小时 在量产订单中,唯一一架私人定制来自张学良 1934年,少帅第一时间成为波音的客户 247地共生产了75架 因为同期的DC3运输机能载客16人 机舱设计更宽敞,成为居民运输机的更好选择 。 。